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今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民进党,未来将以五党籍身份参选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同样有意打逐年底台北市长的前篮委孙大千则表示欢迎,还提出苏焕智参选将会带来五点影响。 孙大千表示,第一,苏焕智过去在担任台南县长时正极亮眼,相信以他的经验和历练可以帮忙解决台北市长柯文哲所留下的市政难题。 第二,苏焕智原本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政治人格者,他参选能替年底市长选战增加一股清流。 第三,苏焕智这次以台湾不能再等待为号召,想必已经做好充分的政策准备,能为大选时的政策辩论增加亮点。 第四,苏焕智脱党参选将即可文哲后成为另一位五党籍的候选人。 是否有其他人跟进以五党籍参选则有待观察,最后则是苏焕智的背景和立场,应能有效地吸收深绿独派的反科选票,也可结合民进党内的停谣。 文志、势力如此一来也会降低民进党未来中央里让柯文哲后所造成的内部反弹。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应该可以松了一口气吧。